那我們來介紹一個線上的去背服務 其實我相信很多老師 要做教材的時候 有一個會遇到的困難 或者你要做嘴巴的時候 常常每邊不怎麼行 我如果是粉科技術 真的我不太會用 但是待會我們介紹這個服務之後 可能可以讓老師沒有藉口 我不會這樣處理 而且不用軟體 你打開這個直接 我們免費軟體直接打開 裡面就那個網址 叫做Clipping Magic 這是今年看到的一個 新的雲端應用 常常都看到雲端嘛 都還沒有上去過 我們就來試看看 你把這個網址打開 直接進到這個 網站裡面 雖然是英文的 但是隨隨便便也會 真的 我看一下我們這邊 知道速度快還慢嗎 還好還好 還在可接受放 有沒有 老師可以一起進來看看 這個 我把網址再放大 如果你沒有看到那個 直接從這邊 ClippingMagic 都進去了嗎 可能第一次稍微等一下下 你開始 老師你怎麼把螢幕放大 螢幕放大 我有放在免費軟體裡面 叫做簡報互動工具 那一個 對等一下我會一定講一下 再給老師參考 那個波羅格也有介紹 很好用齁 慢慢幾年 極差極用 因為連按照都不一樣 它只有一個程式 好 可以了 好的齁 下午剛這個是暫停 因為錄這個等 沒有利益嘛 對不對 所以雖然上課三小時 但是實際錄下來可能只有 兩個小時 有了啦 那個我就不會錄啦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點很簡單齁 那我們來看看齁 老師最近有沒有想要 抓什麼圖片的 蛤 管宗明 喔齁 原來老師對政治是 開玩笑來 我們找管先生 好 應該有他的 好 如果你要把他在這個 你要看他比較驕傲的地方 還是比較落幕的地方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政治立場齁 請這個開玩笑 就是 我們用這個比較中性的好了 好不好 點這個 好 那假設我要抓這一張 你看的話 他會不是有一些那個背景嗎 其實如果老師你把這個 放在你的簡報裡面 其實就是四四方方的 是不是就比較不好看 那怎麼弄呢 但是你要找的時候最好留意一下 確認一下他的圖片多大 像這一張是很大 有沒有兩千多 就是大概是算 可以算是六百萬像素的 所以蠻大的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大張 或者你找的比較小張 請從這個地方 把它怎麼樣 按一下 你就可以找到不同解析度的 有沒有看到有不一樣的 我想要查一下這個 哈哈哈 好啦 那我就直接用這一張好了 我先把它回到上一頁 你如果在這裡的時候 你不要直接在這邊直接存喔 因為這裡還是小張的 假設你要大張的 一定要按什麼 查看圖片 一定要按下查看圖片 這個才是大張的 這個時候我才這邊按右鍵 並存起來 然後把它存下來 那找到圖片之後呢 我們怎麼做 有兩種方法 你可以用脫衣的丟進來 也可以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選擇檔案 從這邊找 這樣也可以 好比如說找到這一張 好 開啟 它就會幫你把這一張 傳到圖片上面去了 那麼在載入過程 它會有一個簡單的教學 出現在上面 但是 老師不用看也可以 因為 它的 教學 只有一點點 看這裡 這樣而已 要的 用綠色塗起來 不要的 用紅色 畫錯的用橡皮擦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但是老師要用這個 我一定要做一個聲明在前面 千萬不要太認真 上課老師都說要認真一點 但是很早人叫你不要太認真 因為這個真的不用太認真 我隨便畫一畫就好了 我做一次給你看 要的 就是他馬 我沒有誤蔑他的意思 但是我隨便畫一畫 不要的呢 後面 後面馬 後面馬 你看右手邊 跪然他還沒有 這裡也可以畫 左邊右邊都可以畫 要做好了 這樣不會很隨便嗎 有嗎 這樣老師有沒有藉口說不會影像主理 因為我們傳統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大家要找 把這個照片抓出來 一定要找那個邊緣 這裡千萬不要找邊緣 找了你就完了 那你就會太認真 你看我這樣隨便畫畫 為什麼我說隨便畫畫 萬一這裡畫錯了 你就來這邊橡皮擦 不是橡皮擦 告訴他這裡是我要的 你不要亂拿 這樣他會有受傷 對不對 就塗掉就好了 對啊 我還在示範一張嗎 這張不要做張 背景比較 好好好 這背景太單純 對這個是比較單純 還是老師你要看這一張 如果是 如果是這一張的管子 這一張有文字 這一張嗎 這張 哦一樣啊 你如果要照拉去比較單純 那旁邊那個管住人的這個可以 哦這個可能就比較不是那麼適合 哦 他要做的就不是那種 因為這個會比較細 雖然也可以畫得起來 不過你給他多做幾個 所以盡量不要選這個 對對對 像這種就是盡量不選 對 比如說像這個都還好 有沒有 像找人的啊 像這個都還OK 還是 老師要試看看最近比較流行的 最近比較流行 不是這個嗎 哈哈 這個也很簡單啊 你要找 假設高層這一張 或是這一張 有沒有 假設這一張 把它點一下 一樣 查看圖片 你可以看看 圓圖 這個如果看小張 我就找那個大張點的 按這裡 好 有沒有找到比較多張了 對不對 找這個1024的 再看小丁 查看圖片 好 存下來 來 OK 一樣 這個如果做好了 你可以按XX 做好 如果你要的話 就按這個下載 那我現在不要 就先XX就好 電腦那 預設會幫您記住 就是您做過的 有沒有發現出電在下面 所以它是在原尊處理 對對對 可是你電腦那邊 會稍微記錄一下 你當初用哪一張 那不同電腦就不一樣 這樣子 好 那我就再丟另外一張 我從這邊 用這邊找就好了 好 欸 剛剛那一張在這裡 欸 上來了 這個你就千萬不要去找別人 你看喔 一樣 這個一樣 有沒有 不要的 摸著 布丁一定要在五元喔 沒有必要一定要全部畫 你看喔 兩語就解決了嘛 這樣太簡單了齁 那如果你畫框會怎麼樣 畫框嗎 對 用綠色把它畫一個框這樣 這樣叫多詞一曲啊 如果你說這樣 你會跑出來 對不對 但是老師要用的時候要記得 要搭配滾輪 滾輪的要放大 因為有時候比較細 我現在抓的都是那個邊緣比較明顯的 那如果有些比較細的 你要把滾輪放大縮小有沒有 滾輪往前往後 那這裡做錯了 用往橡皮擦入圍 有沒有 但是有些時候很細的地方 這個底刷可能會太大或太小 底刷的大材在這裡 你可以做調整 你可以做調整 筆刷越大 它影響的範圍就會越大 那相對的比較細的地方 我們希望它不要那麼大 你就把筆刷現下 對對對 你就可以這樣查一查 不要的 因為其實 常常我們在看就是什麼 外面看起來 很大的筆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可是小地方是有問題 比如說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沒有大 可是這裡你要怎麼塗 你千萬不要塗在這裡 你要塗在邊邊上 有沒有 你會發現我在塗的地方都是在裡面 不然就是在外面 我不會畫在那條線上 因為傳統我們要找東西 都在線上面 那大家最困擾的就是這裡 因為這樣你畫在線上的時候 它會連外面都加進來 所以像這裡不OK 就點在旁邊 有沒有會自己找 這樣他聰明我們掃瓜就好了嗎 會用就好啦 對不對 他怎麼計算贏到的感覺啊 那 你拉到旁邊也可以在檢查 所以通常我如果是比較 仔細一點的 我會放大 我再來檢查 這裡也不是那麼好 再把它加一下 有沒有 不是那麼好的 點一下 我都點在裡面有沒有發現 我都點在裡面 所以你這樣的話 它就會自動抓人 這裡還有 你看 所以其實放大之後 你會發現 多多燒來還是會有一些小缺陷 可是我們可以燒 很快的把它處理好 那處理好之後呢 重點來了 要把它存下來 存下來 這種格式大家會 叫做PMG 因為PMG可以帶這種透明度 那不只是網頁上可以用 您在簡報裡面 在那個所謂的Word裡面 都可以用 比較重要就是它是具備的 它可以幫你打透明度記住 所以您看 我們在這邊 如果有Office 這裡有 Office 在這裡 好下載完了 就Close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打開之後 好 然後Office 打開了 這是 好 拉過來 好 如果你選擇了一個 選擇這個樣 好 在設計裡面 我們先看一下 我先找這種的 這樣是有一個背景的 對不對 那你千萬不要用貼上的 我用拖曳的 或用插入都可以 我用拖曳的 好了 我們剛剛做下來就是 把它丟來裡面 請問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去背好的 有沒有發現有去背 跟沒去背就插在這裡 對不對 有去背的話 我們的簡報的變化 就可以多很多 就不會一定是細細的改 當然也不是見得每一張都要去背 只是說 有某些東西我適合去背 我把它去背掉之後 可以讓背景很單純 對 主題就很清楚的就輸完 這個是給老師參考一下 這樣 老師應該以後不會說 不會影響處理 哈哈 用這個就好啦 那給老師玩看一看 好 不好意思 這段流比較長一點點 剛剛沒有錄到 我看一下 老師像我們看IU 他說 Support 對 我就是他 沒辦法 所以老師 是怎樣 去Google 裝一下 黏到這邊 來 對對對 其實平常我是都有那個 現在那個微廊 最近有比較糟糕 他把那個IU11 設為必要生死 所以你知道 關機之後 下次開機 就電IU11 問誰的 這樣 就有點討厭 但是黏到這邊 您到 您從這邊 進到Google網站 右手邊就有個下載 您可以稍微裝一下 沒關係 可以試看看 因為這個服務很好用 反正你走到哪都可以用啊 對不對 知道網址就好啦 哈哈